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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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不知道大家平时喜不喜欢吃鸡丸骨的菜式? 这一款是来自巴西的鸡丸骨 我今天用它来做一个很美味的小菜 就是避风糖鸡丸骨 这个菜式我会用气炸锅来做 非常方便和快速 我们要的材料就是这里 好 我们需要的材料就是这里 我们第一样 先把鸡丸骨拆开洗干净 然后晾干水 然后加入调味料 我们现在把鸡丸骨洗干净 然后加入调味料 1茶匙盐 1茶匙糖 1茶匙胡椒粉 1汤匙jang 1汤匙生抽 1茶匙胡椒粉 1茶匙牛 1茶匙搅 Volt 完成了 現在雞丸骨醃了 接著準備辣椒 把它剪成一粒粒 把滑拿走 雞丸骨醃得差不多時間了 我們現在可以把雞丸骨 放進氣炸鍋裡 炸熟 然後再把它和辣椒一起炒 這個菜就會完成 把麵粉加入之後 盡量拌勻 炸的時候會比較香 接著就可以直接放進氣炸鍋裡 炸熟 剛剛這個雞丸骨 已經用氣炸鍋炸熟了 在這裡 我們現在做最後一個步驟 就是炒香蒜蓉和辣椒 接著放雞丸骨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這個鍋燒得差不多了 已經夠熱了 現在可以先爆香蒜蓉 好想像 酥 好想像 上火炸炸燒 沙滴 3分钟 芝麻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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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鼻方唐雞眼骨 蘑菇 味道非常美味 大家今晚試試試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